火箭大名单尘埃落定,两人将被踩,小杜兰特和修成德芬王,离开球队火箭,在8月的最后一天,完成了一笔交易,将一直困扰着球队的安德森的毒药合同交易了出去,加上今年选中的新秀梅尔顿作为天头,从重建的太阳那边,换来了两位年轻球员,对于火箭球尼来说,那是相当高兴,不是说有多反感安德森, 而是球队的战力,似乎有了更明显的补充,在送走安德森和此前尚未签约,只是有签约权的梅尔顿之后,火箭目前的大名单人数来到了17人,但是我们都知道,大名单这种东西,不可能让你带着17个人去征战新赛季的15人封顶,这是NBA一直以来的规则,那么现在火箭的大名单当中,都有哪些球员呢? 球队的大名单全体人员如下,哈登,保罗,安东尼,卡佩拉,塔克,戈登,周琪,杰拉德格林,内内,麦卡威,恩尼斯,克利斯,布兰登奈特,爱德华兹,哈尔腾施泰因,布鲁诺卡伯克洛以及罗伯格雷, 球队现在暂时没有签下双向合同的球员,所以等到新赛季开始之后,必须有两人是要离开火箭的,从现在的情况来看,塔伯克洛和格雷此前于火箭,签,下的是一份训练营合同,在季前赛和球队训练营结束之后,将会被裁员离开球队, 那么减掉这两位球员,并排除在开赛之前莫雷再送给我们一个惊喜的可能,那么火箭新赛季的15人大名单,已经尘埃落定,但是对于这两位球员,我们有了解多少,塔伯克洛号称是弱化版本的杜兰特,有着相当突出的身体素质, 地盏更是决定了他应该在防守端有一番作为,而且他也是在较高顺位被选中,不过在进入联盟之后,来自巴西的他并没有打出该有的表现,进攻还是没有改变,防守端也没有该有的上升,不管是在国王还是在猛龙,都是如此,于是最后成为了无人问津的存在,火箭重视进攻,那么他这样的球员,势必无法满足德安东尼的需要, 另外一位则是火箭自前在夏天签下的罗伯格雷,对这个名字,想必很多球迷都会感到陌生,甚至是火箭球迷,都会觉得有些不熟悉,但是说起来,他来头不小,格雷是连续三年休斯顿大学的得分王,是不折不扣的自己人,格雷也参加了火箭的夏季联赛,只不过由于伤病并没有获得什么出场机会,但是现在来看, 似乎他进入正赛的可能性也变得很低,毕竟他没有防守,而且伤病隐患过于严重,虽然有些可惜,但是这两位球员离开,却是不得不接受的事实,或许他们会出现在毒蛇队也说不定,总之,两人还年轻,希望他们未来都有更好的路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